走出室外 冷气气 民众穿上后外套 抵挡刺骨寒风 还要戴上围巾 帽子 就怕身体受不了 天气冷 路上的民众衣服都包紧紧 也容易忍不住缩脖子 肌肉紧绷 造成体内的血管收缩 血压也跟着往上冲 入冬最强寒流来袭 气温一骤降 猝死的案例就会增加 天气冷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比天气热高出四到五倍 心肌梗塞 主动脉剥离 以及心律不诊 三种疾病最容易引发猝死 心血管疾病 心脚痛的患者或心律不诊的患者 的确都有增加 大概平均都会增加两成以上 由于这个血压波动 容易造成血管的疾病 不管是小血管或大血管 严重的话就会造成猝死 然后也会诱发所谓的心律不诊 造成致命的心事心律不诊而产生猝死的一个问题 由慢性病的高风险族群 早晚都要记得 凉血压 因为血压的收缩压每上升二十毫米拱住 舒张压每上升十毫米拱住 心血管死亡率就会增加一倍 也要特别注意容易被忽略的保暖部位 像是脖子 头部等容易裸露的部位 最好都要戴上围巾 帽子遮起来 避免直接接触到冷空气 降低交感神经刺激 寒流来势汹汹汹 气温变化大 清晨外出运动 保暖工作都要做好 千万不能小看 低温杀手 欢迎新闻林伯瀚 邱子凌 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